大家好 这一段时间雨水比较多 尤其是在我们南方的地区 空气又不好 那么像这种天气下 养护多幼是很容易得一些烟霉病的 那么多幼的烟霉病 我们该如何分辨 又该如何预防 我们分辨多幼的烟霉病非常的简单 大家看一下多幼的叶片上面 有一些黑黑的 像发霉一样的 就是烟霉病 引起这种烟霉病的话 一般都是有一些续菌引起的 有一些增菌引起的 所以我们要适当的给它处理一下 一般对付这种烟霉病的话 都是使用二霉霉 因为二霉霉它的效果会非常的好 但是它不太适合家庭使用 那么在家庭使用的话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带生猛性 它也是一种杀菌药 也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我们只需要按照正确的比例 1比1000的比例 对上清水 然后给它喷一喷就可以了 最好连续使用三次 大概5天给它使用一次 使用之后 马上把它放到通风的地方 大家一定要切记 一定是要通风的地方 如果说我们的养护条件 不通风的话 也是很难处理的 所以这段时间养护多肉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养护环境跟天气 尽可能把它放到通风的地方 不给它盆内积水 就可以避免烟霉病的发生 那么这就是养多肉的一些技巧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